现在罗杉矶的气候已经非常的温和了 而且非常的舒适 今天带大家在这个社区转一下 这是第二个顺便给大家扯淡 这次聚费已经结束 我们要做一些反省和总结 我们才能提高 这次聚费整体的氛围还是不错 但是有很多的还是需要去提高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上船 因为时间没把控好 到我们在港口等了半个小时 能创公司它是直接把这个时间给你算到内了 它随便你等 你在港口等两个小时 它最后就收费两个小时 你就自己下船 今后的比如说我们四点半登船 四点钟所有的客人都必须到 因为四点钟到了过后要有一个登记 有个checking 登记过后再上船 还有个十分钟左右 整个前期的一个至少半个小时 所以说今后我们的第一个反省的就是登船 所有的可能都必须要提前半个小时 到达登船口 你加上停车这些 可能就要提前四十五分钟 到达这个港口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总结后反省的 第二个就是那个季节 因为我们以前那两次都是看到金鱼的 这次在海上赚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金鱼 这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可能就不会选择九油份了 这是一个反省 第三个就是那个时间我们看游轮的这个时间 出外的时间还是要定到六点半左右 下那个游轮 六点半到七点 这个时间段呢 才能看到夕阳 你才能看到最美的一个海景 还能看到了Lupal Beach Laguna Beach 淹没下的这种海岸的那个风光 这是一个要要总结反省的地方 这是在我们在游轮这一款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客人 大家就是要注意 今后就是那边Lupal Beach 一定是非常堵车的 大家知道今后就是要提前 比如说我们四点半登船 那个客人所谓的客人一定三点半要到 这是客人要注意的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客人搞得手帮搓乱的 这样会加大一个安全引发 这是这是一个 二个我们也会增加整个我们一个组织的一个难度 因为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就是 这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活动 我们因为如果 耽误了你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要反省总结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在聚餐这款 因为耳丸这款地区 整个的餐饮的价格坦白说比 圣盖坡那边要贵到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我我们因为以前都是在圣盖坡 圈通广场的海箱半岛酒楼 举行的那边不超过五百块钱一桌 那些菜系差语啊都是非常棒的 但是在耳丸这款不是太好找 这是我们摊费是七百三十美金一桌 有些不够吃有些又吃不完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翻量的差异 当然这个味道还是不错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那个 因为你在耳丸这款要找到一个 有规模的能够提供那种聚会的 餐饮场所不多 不是太多 不是太好找 这时候第二个 整个的餐饮的这个味道还是不错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环境也还是不错的 就餐的整个氛围都还是不错 那总结的这块要繁省的主要一个就是 这个还有这个这个客人 因为整个的我一直担心我们的这个客人 是不是来太多了 可能会造成登船不够 船的那种容积不够 最后就很尴尬 但是最后可能还是有个三四家客人 就登船没有来 那么还好这次登船这款整个的 没有造成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 大家就说都能够上船 这是一个 那个当然后面实际上还空了十多个位置出来 今后可能我们就 就在预计的登船人数 包括就餐人数这款可能 往外抛个本子五到十 不会多来基本上 你得会少来个本子五到十的那个群体 这是就餐在 要翻上和总结的 抽奖这块 这次组织的就很糟糕了 这次组织的抽奖 这个是主的那个是主的 你看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就能够感受到 上面非常的纷乱 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组织整个的一个 设计没有设计好 整个抽奖的一个程序 然后抽奖的时间 实际上今后我们明年的 下次抽奖 我们从吃饭开始 我们可能就要开始抽奖 不让客人来参与抽了 就是我们主持帮客人抽 给大家发号牌就行了 先抽小奖 穿拆一些大奖 最大的奖一定是最后抽出来 抽到谁了 谁上来领奖就行了 今天是因为这个没有经验 抽奖这个地方搞得非常的纷乱 这个是特别需要一个反省和总结的一个地方 这是今年整个一个聚会 我觉得通过我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那我们要去反省和总结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把市整个区做得更好 因为人这个东西一定要不断的去进步 进步是怎么才能进步呢 一定是反省总结提高 这三个词伴随我们医生 人千万不要去自足自满 自以为是 你不进步你就会远离踏步 你远离踏步你整个你就 我说的这样的人生一定是完蛋的 这次一个整个活动 还是起到了我们公司要预期的一些效果 宣传的一些效应 包括给客人提供一个交往的这样一个平台 我觉得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 当然今后这种活动 我说的上别人的这种活动 每年我们会举行一次 小规模的那种 我们会以俱乐部的方式 会继续的平凡的去展开 因为我们做任何东西一定都是一个人们 你没有人们 你闭门操车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南加州经营这个房产 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体系的打操 要去向No.1方向去发展 但同时 我们要去提升给客人提升很多 带来一些附加值的一些真正的一些服务 我们那个公司我们的生意才能做大 我们不要去广乡的想着赚客人的钱 那么我们要怎么来回馈客人 这种公司发展壮大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法也好 策略也好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这期视频重点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那个聚会 本体的还是不错的 大家的感受都还是不错 体验还是不错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总结和反省 怎么把一个是做的更完美 我们这样在竞争当中才能投影而出 如果我们就去知足和满足 你不去进步 你不可能把生意做大 你人生也不可能进步 好不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讲这样多 感谢这些客人的一个参与 这是一个照顾不周的地方 请大家多的体谅 好不好 谢谢大家